首先呢,我要跟各位介绍,这一把剑,可能跟你们所看到的剑比较短一点。 那为什么会短?因为这一把剑,它是作为道场上面的法式用的。 那么在古书上面记载,它剑,剑长,从这个剑头到剑尖,总共是三十二寸。 那么把它换算成现在的尺,是两尺七寸。 所以,换算成英语的尺寸,是两尺七寸。 那不是英识跟... 对呀,换过来是两尺七寸。 这是古尺。 古尺。 古尺。 古尺后的尺,的长度,三尺二。 换,你讲过了吗? 对呀,对。 那么,在这把剑,各位可以看到,它所谓有打造出来的那个剑纹。 你能看到,每一把剑,它的那个剑纹完全是不一样的。 所以,每一把剑,都是人工打造的。 所以,所有剑纹都用了一把。 那么,我们可以看,它这边的剑纹,跟这边的剑纹也都不一样。 所以,你能看到,从这边的剑纹,跟这边的剑纹是不一样的。 如果你能接近,你能看一看。 就好像我们人的指纹一样。 所以,每一把剑纹的剑纹是不一样的。 那么,这一把剑呢,这个是造剑场的一个标志。 这个是铜。 另外呢,这一边呢,这个是所谓一个道教非常著名的一个派,清卫派的一个符号。 还有一个,这边这两个字,是清蓝。 所以,这两个中国的剑纹是清蓝。 就是山上那个雾,这个意思。 这一把是雄剑,公的。 所以,这个意思是,就是山上那个山。 这一把是男的剑纹。 那因为,为什么它是雄剑? 因为,龙从云。 对不对?龙在天。 这个蓝也是云物。 所以说这一把呢,应该真正明显就是清蓝剑。 所以,为什么这一把是男的剑纹? 因为,龙是从天上。 所以,通过天上。 所以,这一把呢,可以看到它是男的剑纹。 另外还有一把,叫做赤软。 就是红色的赤。 那个天上的鸟,那个软。 那么,所谓赤软。 赤就是红色的黄色。 然后,软就是像是雄。 那,那是红色的。 那么,所谓赤软,它实际上就是佛鸟。 佛鸟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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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,我们可以知道说,青龙它属于水。 水性。 佛鸟。 佛鸟不是佛鸟。 佛鸟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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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,我们可以知道说,龙它是等于算是降雨。 所以说呢,它是水性往下降。 佛鸟呢,火性往上升。 所以它一公一母,等于算是,等于算是那个,所谓阴阳。 所以,为雄鸟,它是天空。 所以,它会流入水。 所以,它会往下降。 好。 那么,我们现在来讲,这个箭,这个箭,这边就好像是背,鱼的背。 所以,这个箭,这个是背部。 这个是腹部。 那么,这一边,这一边等于算是它的左边。 这是右边。 那么,在左边的部分呢,它总共有五个字。 有五个字。 另外呢,这一边也有五个字。 有五个字。 二、三、四、五。 那么,在这个总共,这个十个字呢,是清威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十个字。 那这个十个字呢,也代表人的一个十峭。 人头上十个峭门。 那么,我现在在介绍,它这一把箭的箭刃本身,从铁砂,进入到这个所谓炼。 所以,这就是最后的箭刀。 所以这一把箭的箭刀的箭刀,如何是在用呢? 就等于,这一把箭刀做成的箭刀。 这等于,这边不算。 这等于是个箭刃。 从头开到尾,总共有五十六道工序。 所以,这些箭刀是56步的箭刀,就是要做成一个箭刀? 而在这一把剑刃当中,我们要用到三十道符,那么这个符是怎么用呢?第一章是要化烧在炉的炉。 另外有四张是烧在那个铁砂里面,跟铁砂混在一起,还有二十四张符呢,因为在每一道工序的时候,它必须要吹火, 插在水里面,那个二十四张符是烧在水里面的。 那么前面四张符呢,它是代表春夏秋冬。 那二十四张符呢,它代表一年二十四个节气。 那么一张,四张,二十四张,不是二十九吗? 剩下最后一张,是在祭炼的时候用的。 祭炼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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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祭炼的时候用的。 那一张符呢,要加在五种颜色的蛇血里头。 所以,最后一张符呢,是在祭炼的时候用的。 所以,它会烧在水里面,混在五种颜色。 五种颜色。 五种颜色。 祭炼的过程当中,是展,展五种颜色的蛇。 为什么要展五种颜色呢? 就是我们道教里头有所谓五雷。 所以,为什么五种颜色呢? 是因为,在祭炼文中,有五种颜色。 他们叫五种颜色。 不知道是五种颜色。 五种颜色。 而且呢,所谓的,咱们道教里头呢, 蛇跟雷有直接的一种关系。 为什么,为什么说蛇跟雷有关系?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雷光,它是弯曲的。 形状就跟蛇一样。 所以,如果你们听到蛇, 可能是雷光,就像雷光。 所以说,展五色的蛇,是跟五雷结缘。 结缘,不是结缘,结缘。 所以,去删成五种颜色的蛇, 就是要有关系的五种颜色。 然后呢,利用这五种蛇的血液混在一起, 在为这一把剑,做所谓的开光。 所以,在开放, 在开放的开放, 就是说, 它是其实用的, 祝福人们应用的血液混在一起, 从这五种蛇, 还有跟鱼。 那么, 到现在,我们可以知道说, 原先在祭剑之前, 这一把剑, 只是像我们一个人的身体而已。 展五色的蛇, 用蛇血点上去, 就代表赋予它, 这一把剑的灵魂。 也可以说是, 赋予它一种雷的气。 另外呢, 我们既然说, 弹道雷, 那么, 这一把剑, 在道教里面所讲的是, 所谓法剑, 另外一种名称, 我们可以把它联想成, 这一把剑, 就是雷剑。 所以, 我们可以在这一把剑, 跟这一把剑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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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说是光, 那一把剑, 那一把剑, 对, 应该也叫做雷。 所以, 它变成为雷, 雷呢, 包括它的声音, 包括它的电光。 因为, 这把剑, 就是雷呢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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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呢, 我这一把剑, 就大致上介绍完了, 那有没有, 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? 所以, 有什么问题吗? 什么场合才会动用到, 宝剑出来? 任何一场, 法式。 任何一场吗? 就是说, 有特别重要的, 才用得上这一把? 没有没有没有, 为什么用剑? 就是, 一场道士之前, 它必须要, 所谓, 静坛, 清净这个场地。 所以, 每一把剑的剑, 这把剑的剑的剑, 是用剑的剑, 是用剑的剑, 是用剑的剑的剑。 一个是一把剑, 另外, 就是水。 那么, 我等一下, 大概示范一下, 我手里面拿一杯水。 然后, 含一口水。 然后, 然后, 我把水放在我嘴里。 含一口水, 我向天提画以后, 然后, 水从这里喷出去。 然后, 我把水放在我嘴里。 要不要看不了人? 要不要看不了人? 他说, 我还有一个问题, 就是, 这个剑是, 什么人才能用到呢? OK。 谁能用这个剑? 每一把剑, 这持有者, 都有名字在这里。 这个身份, 他的身份。 这把剑是这个人的。 但是, 所谓的寄件, 寄件者, 就是我。 所以, 现在, 师父是这把剑是你的吗? 不是我的。 这是第一把, 造出来的样柄剑。 也就是说, 第一把剑我造出来, 是要, 赠送给我的师父。 所以, 师父是这把剑是第一把剑, 他想给他的师父。 对, 就是说, 我们中国的道教来讲, 非常注重这个师门。 这个会不会是, 会不会是一个好像, 崇高地位的象征, 在道教里面。 是不是, 持有这把剑的人的身份都比较高, 还是, 道教, 都是, OK。 都有资格配上一把这样把剑。 所以说, 为什么, 这个名字在这里。 嗯, 在古代的剑, 根据考古, 所发现的, 每一把剑都有一个名字在这里面。 嗯, 所以, 所以, 这把剑, 那把剑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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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一年。 一年一把。 不是一年一把。 不是一年一把。 一年一把。 也许, 就是, 它整个一个阶段, 是一年。 那么, 我们可以讲, 这把剑是金, 金属。 所以说呢, 在第一个节气, 一定是立秋。 一定要在立秋节。 一定要在立秋节。 秋属金。 所以, 在第一个节气, 一定是立秋。 是金属。 所以, 这把剑的剑开始, 会成为冬天开始。 还有问题吗? 没有了, 谢谢。 剑把上十个字, 是什么? 你说五个五个字。 哦, 是秘密。 是秘密。 这个是所谓那个。 玄机。 内秘。 那你们等我十分钟。 我去拿档杯。 好。 我们等会。 他会做。 他会做。